南庄是济西南的一个普通的村庄 人们认为夫妻在死前和死后都会睡在一起 这种习俗并没有因为火化而改变 夫妻死后仍然合葬 只是棺材里不再装满死者 而是装有骨灰盒 对于那些没有妻子而死的单身者来说 只能通过娶鬼妻来进行弥补 与鬼妻结婚的人在家庭中有许多的不幸 有人死于非命 有人由于贫穷或者残疾而终生未婚 2006年农历11月1日 陈孟长一家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老三陈军奇出车祸死亡 79岁的陈孟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婚姻成为了他的毕生重担 陈氏夫妇终其一生 也只能给四个孩子娶上媳妇 剩下老五到外村做了上门女婿 这是颇没有颜面的事情 而老三陈军奇活到了53岁 仍然孤身一人 陈军奇生前单身 经常有时间在父母身边走动 每每想到这里 陈孟长夫妇就越来越伤心 他们对他的鬼妻观念也更强了 其实正是因为真正的鬼妻很难找 南庄村曾有一个常见的做法 一把土抓进一口空棺材 可以代表鬼妻和男人一起下葬 然而近些年 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此了 一度仅具象征意义的鬼妻 逐渐演化成了真人 死去的女人 2006年11月14日 一辆农用三轮车将一名妇女的尸体 拖到了南庄村村长面前 陈氏夫妻花了14000元买下了她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笔开销 当天鞭炮声中 陈君齐放在棺材里的骨灰盒 和他至今仍然身份不明的鬼妻合葬了 在三儿子的葬礼上 陈梦长还完成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 为祖父母和父母签坟 他们也一起下葬 陈家原来的坟地 因为前面建起了房子 影响了风水 早就想签了 但是由于经济困难 一直都没有签 此次陈梦长既为后辈取了鬼妻 又为先辈签了坟 两件大事一并完成 心中倍感欣慰 陈君齐葬在离祖先坟地 约一里远的地方 将来等陈梦长夫妇去世之后 他将签回祖坟 埋在父母跟前 但是如果不取鬼妻 他将失去这个资格 永远成为一座孤坟 事实上 陈家已经是鬼妻链条上的 第四个环节 此前 他曾经三人之首两次倒卖 价格分别是3700元和8500元 将鬼妻送到陈家的 是邯郭市永远县西苏乡双陵村的刘苏帝梁战君夫妇 他们花8500元拿到了这个货 最初得知陈家需要鬼妻时 他们手头并没有失货 原本打算将一具干货 也就是死去时间较长的女士 多是从墓穴中盗取 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陈家 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陈家认为 这会委屈了儿子 刘良二人同意帮他继续寻找 并同意在陈君齐13日下葬的那天送货 他们二人终于及时拿到了 楼上李巧玲的失货 然后星夜出发 用妹夫杨姐县的机动三轮车 把他送到了南庄陈家 讲到这儿 难免要插上一句 除了上面列出的干货和干湿物品之外 鬼妻还可以根据年龄 大小 疤痕 腐烂程度等因素来进行分类 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当鬼妻被送到陈家的时候 陈君齐的母亲陈淑芬并不放心 他特意让嫂子看了看 被告知确实是个女人 年轻 有胸部 但是像所有的买家一样 他忽略了鬼妻子的身份 更不用说他死因的真正原因了 帮刘苏帝与陈家牵线的 是陈孟长的外甥 李书申 这位50岁的农民 得知旧父要给表哥取鬼妻的消息之后 放出风声 没过几天 他就接到了鬼媒婆刘苏帝的电话 交易完成之后 李书申从刘苏帝那里 获得了1000元的回扣 陈孟长一度担心 自己花一万四买来的鬼妻 会不会是别人偷来的 此前他对这类事情 也曾多有耳闻 如果真是那样 往往给家里会惹来麻烦 不过 在外甥向他拍胸脯保证之后 他也不再细考 然而陈孟长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比他担心的要严重得多 杀手是河北省邯郸市临障县 西闻乡仁寿村的农民宋天堂 陈的鬼妻是他勒死的第四个人 作为失货的最原始供货者 宋天堂盈利3500元 几乎每一个认识宋的人 都会被真相所震惊 在他们眼中 这本是个老实的 甚至有些窝囊的男人 邻居们有一种说法是 宋天堂的不正干 源于十多年前的一次离婚 他不仅失去了妻子 两个儿子也改名换姓 与他断绝关系 宋天堂从此独居 他先后挖过药材 卖牛 甚至贩卖妇女 都不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由于他的恶名 如果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也经常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我看他早就没啥指望了 一位秦姓邻居说 在近十年的从业史上 宋天堂一直都处在 鬼妻链条的最上游 事实上 他是唯一一个 明白他所面对的鬼妻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 一开始的答案很简单 盗墓 他白天寻找藏有女人的坟墓 晚上就带着工具挖掘 这项常人眼里毛骨悚然的工作 宋天堂却是乐此不疲 村民们都听说过 但是由于晦气 他们看到了也没有多问 一位邻居说 他有时看到宋天堂 骑着一辆破自行车 手里拿着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 就知道宋天堂又在卖鬼妻了 一次最多能驮三个 不过这项职业也充满了风险 宋天堂曾有一次被黑吃黑的经历 他骑行数百里 将两具鬼妻成功地卖到山西某地 获利3600元 然而回来的路上 宋天堂却又被买主抢劫 在其反抗时被痛殴了一顿 但是他无法报案 只能自认倒霉 1999年 他在挖掘一名女尸时 意外地将电话本留在现场 结果被施主抓住 宋某后因侮辱尸体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然而从监狱释放五年之后 宋天堂的目光 开始聚焦在了活人身上 2006年3月 宋天堂在河南省安阳游荡 用自行车将一名患有痴呆症的妇女 运到村边的树林中 将他掐死 天黑之后 尸体被装在编织袋里带回家 埋在狗圈 自那时以来 被杀害的三人 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 宋天堂所杀的前四人 均为街头流浪的精神病人 因为宋天堂知道 没有人在意这些人的生死 事实也是如此 被宋天堂所杀害的四名痴呆女子 一直没有见到家人报案 案发之后找到的三具尸体 至今也无人认领 是什么驱使宋天堂走上了不归之路呢 仁寿村的不少村民认为 这与宋的新妻子段玉玲密不可分 段玉玲卖收时节时来到仁寿村 村民们并不知道她的大号 只晓得她叫玲子 凶是村民对玲子的普遍印象 很多人都见到过她呵斥 甚至殴打宋天堂的情形 在事发当年的上半年 在为即将到来的婚礼 做准备的过程中 急需用钱的宋某 将一件物品介绍给了外村的一个农民 并得到了三千元的报酬 然而这名妇女在男子家中只待了两天就选择逃跑 气愤的男方找到了宋天堂 指其骗婚 结果宋段二人被林璋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香菜营中队带走 除了退还三千元酬金之外 另被罚款五千元 值得一提的是 在香菜营中队 段玉玲竞衬治安员不备 跳墙逃走 把宋天堂一个人丢下 很快 宋天堂又开始营业了 这个时候 火化在这个地区很流行 挖木道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为了得到一个鬼老婆 他最终选择了杀人 秋天经过一番风吹雨打 宋天堂和段玉玲终于结婚了 并在仁寿村的家里举办了婚礼 这也是村里多年来 最寒酸的婚礼之一 尽管宋天堂一再邀请 但礼物清单上 只有十二个参与者 和五百元的礼物 这对宋天堂来说 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久 他便和段玉玲远走河南安阳 此后一直到其再次杀人 需要转移尸体时 才又连夜返回了仁寿村老家一次 宋天堂案发之后 最初由河南安阳警方立案 由于其作案地点在河北临璋县境内 后移交到临璋警方 临璋警方又交由香菜营中队主办 风回路转 宋天堂再次落入了香菜营中队的手中 这时办案人员知道 这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 与宋天堂打交道了 事实上 宋天堂并没有被警方抓获 而是因为农民孙鹏飞的巡妻 而被逮捕 宋天堂所杀的最后一个人 名叫王改珍 是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蔡元镇三八村人 王改珍的前夫姓张 十年前在建筑工地上触电身亡 王改珍一度改嫁 后来英语南方不合又回到了张家 四年前 公婆给这个儿媳找了上门女婿 孙鹏飞入坠 孙鹏飞的原籍也是蔡元镇 早年举家搬迁到山西阳泉 妻子早年病死 王改珍原有两女一子 孙鹏飞有一女都已成人 两家合为一家 难免有是非短长 孙王之间遂产生了矛盾 孙鹏飞在压力之下 于案发之前一年的下半年 报病赴山西下井挖煤 王改珍前去探望 两人又有口诀 王改珍一时负气 于06年12月26日 只身赴安阳打工 王改珍离开后的第二天 孙鹏飞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42岁的王改珍一直在家务农工作 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在孙鹏飞的催促下 他在安阳的女儿和女婿 发现他的母亲去了一家叫金桥的中介公司找工作 被一个男人以养狗的名义带走了 将他从中介所领走的正是宋天堂 此前不到一个月 宋已经用此方式骗走并杀害了一个人 此次属于故技重演 寻着宋天堂在金桥中介所留下的地址 孙鹏飞和女儿女婿三妇人受尊 然而宋天堂早已经人去无空 更为糟糕的是 多次入监的宋天堂竟然从未办理过居民身份证 接报之后 警方也表示无能为力 幸运的是 宋天堂和段玉玲 曾因骗婚被香菜营刑侦中队审讯 段玉玲当时被拍照存当 女婿用两条烟换来了这张照片 放大复印之后 四处张贴询问 成为了寻找宋段二人的唯一办法 王改真遇害前 给女儿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显示 他在安阳市铁西区高老庄 于是孙鹏飞等人开始在该地区 进行了艰难的搜索 孙鹏飞感到愧疚 举起一张放大的王和段的照片 一边哭一边喊 王改真 你在哪里 孙鹏飞在找你 文者无不动容 1月2日 段玉玲的照片终于被一个送媒求者认出 并被告知了他的地址 孙鹏飞在门口等着 中午这对夫妇卖完蔬菜骑车回来 孙鹏飞一把抓住了他 在派出所 宋天堂因拒不承认 被刑拘24小时之后 派出所依依不舍地将其释放 家人情急 一面找人看住宋天堂 一面联系媒体 最终在河南电视台的关注之下 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正式立案 连夜审讯之后 宋天堂终于说出了实情 我把他给害了 宋某承认 王改真生前曾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多次撕裂双手 扯下了几缕头发 王改真的尸体 最终在属于刘苏帝和梁湛军的一块菜地被发现 据说当时刘良二人已经与人谈好了价钱 尚没来得及出手 在抓捕刘良二人时 警方颇费周折 因为担心当地宗族势力阻挠 特意趁晚上潜入刘家 将二人抓获之后 立即塞入车中撤出 在此期间 刘苏帝曾以上厕所为借口 上防逃跑 一名警察追赶时不慎摔下 但仍然忍痛追上 一脚将其踹倒 王改真的尸体被找到之后 随即面临着丧葬事宜 张家的长辈们说 因为王改真生前配得上张家 所以葬礼不能太寒酸 结果运输 火化 出丧一路下来 花了一万多元 这让已经陷入经济困难的孙鹏飞 更加为难 当年入赘之时 孙鹏飞与张家有过约定 死后王改真将与前夫合葬 对孙鹏飞则是所谓的生嫁死不嫁 如今果然按此约定处理 孙鹏飞不禁悲从中来 再次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局外之人 孙鹏飞的前妻死后葬于山西 他说 等条件许可 便将其尸骨接回 否则将来等自己死去之后 儿女难免又给他娶鬼妻所累 娶鬼妻的陈孟长家 则面临着新的难题 警方的到来 使夫妇两个寄托在鬼妻身上的愿望 化为了泡影 不仅如此 丧氏的具体承办者四儿子还被带走 带走谁或许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带走之后 陈家就得交钱 陈家最后交了一万多的罚款 方才将四儿子放回 已经入土的儿子被挖坟开关 已数不及 加上警方验尸 导致鬼妻身上有多处划痕 这越发让老夫妇两个感到不安 陈孟长不明白 自己一生老是本分 为什么老了却遭此厄运 他们后悔取来这个带来灾祸的鬼妻 甚至说 如果当时那个肇事司机跑了 不给赔钱的话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麻烦 他们觉得 都是那笔车祸赔偿款惹的祸 宋天堂杀人案 与鬼媒婆有关 因为他们声称 自己只是无意中卷入了鬼妻的买卖 与谋杀无关 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 宋天堂经常骗他们说 祸是喝农药自杀的 他们并不怀疑 因为在农村地区 女人喝农药自杀 真的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被问及 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精神病人时 宋天堂回答说 我很早就把他们送进天堂了 然而时至今日 随着人们对自由意志的关注 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违背人性 这种愈发走样的风俗 已经再也无法得到同情 mesma细节参纵